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爱抽烟斗 他在69岁的时候经常上腹疼痛、呕吐 每次发作都会持续两三天 每三到四个月就会发作一次 他的腹部可以明显地触摸到一个肿块 随着心跳又节奏地活动着 医生诊断出他有腹部的主动脉瘤 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尼森为他进行了开腹手术 证实了他的腹中 那个如葡萄又大小的动脉瘤 是他腹痛的主要原因 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限制 他在1995年还是因为腹部主动脉瘤破裂 而辞世于美国普林斯顿 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 如今会采用主动脉瘤血管内支架 做完手术可以马上进食 手术疼痛大幅改善 出血量、并发症以及死亡率 比开腹手术还低 主动脉瘤虽然是一个可能致命的疾病 如果能及早发现自身的主动脉疾病 寻求由主动脉支架专长的血管外科 专科医师评估诊治 就有机会接受安全且有效的治疗 刚刚其实普医生有听到 就是爱因斯坦当时帮爱因斯坦操刀的 这个Dr. Nissen 其实就是马摩利医院的医生 那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 就是之前的这个手术 跟现在的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对Dr. Nissen是我们以前的先驱 就是美国知名的外科专家 那么他也是我们那个 马摩利医院血管外科的大主任 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以前的手术呢 可惜就是说爱因斯坦 我经常给我的同事或其他人讲 我说爱因斯坦如果是晚生十年或者二十年 可能他会多活很久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的技术 实际上在血管外科的时候 在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Dr. Nissen 给他开刀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知识的限制 和技术的限制 那个时候做出来的手术来说的话 不算是一个就是说很合理的一个手术 那么现在的外科进展 技术的进展 科技的进展非常非常快 那么现在对于动脉瘤的治疗的话 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以前Dr. Nissen给那个爱因斯坦 开刀的时候是1948年 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搭桥的手术 那么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做呢 是做一个把动脉瘤给他加强 用一个像加强 用一个塑料一个薄膜 把它把它包裹 希望它减缓它的生长 减缓它长大 然后防止它破裂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虽然是在当时是最好的方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做最多的情况下面 我们可以做腔内的支架手术 我们做这个叫微创的腔内支架手术 就像刚才那个video上面讲到的 病人可以在当天做完手术 就可以马上吃东西 然后这个切口呢 非常非常小 大概一到两个厘米就可以完成 然后病人观察 在住院期间观察一个晚上 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回家 这是非常 这是划时代的进步 那么其他之外呢 如果是它的解剖结构 不适合做支架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做搭桥的手术 那么绝大部分病人 95%以上的病人 都能够得到成功 那么搭桥手术呢 相对来说 比支架来讲的话 因为是个开服手术 那么它的风险相对来说 要大一点 但是治疗也是非常 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